不久前 俄罗斯的同盟国哈萨克斯坦传出消息 加入欧美国家稀土战略的G7联盟 与蒙古一致 均属于是欧美国家的首选稀土供应国 而哈萨克斯坦 这个选择的反应连锁就是 出现与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贸易毁约 对我方尤为不利 那么如今 哈方彻底走偏了中国如何反击 首先要知道 一直以来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与俄罗斯作为邻国 关系就不一般 加上均属于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员 作为盟友 拥有着绝对的信任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都属于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留下的产物 所以对这三个国家还有一个说法 那就是兄弟国 本质上来说 按照这个称号和关系 应该出现的会是互帮互助 尤其是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之后 哈国和乌兹应当全力帮助俄罗斯重振旗鼓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不知道不久前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 刚达成天然气三方联盟 针对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资源的合约成统一态度 可好景不成 没几天 哈萨克斯坦就选择了毁约 通过断供的方式向美方设好 犹如当成同名状一般 而且还加入了聚齐联盟 打算向各大西方国家供应稀土 要知道我国在2023年年初 刚将稀土禁止出口的条例公布 使得拜登政府为寻找新的稀土供应国而着急 结果却令人感到意外 除了被加在中俄地区边境的内陆蒙古国反向进出之外 作为俄罗斯兄弟国的哈萨克斯坦 也直接加入向欧美国家供应稀土的行列 可能很多人对哈萨克斯坦的稀土并不了解 毕竟这个国家并没有公布自己的稀土储量 但这个国家盛产又金属 而又铜千矿开采 会半生稀土几乎是世界公认的情况 所以即便哈萨克斯坦没有公布稀土储量 大家也都知道 该地区的稀土储量不会少 尤其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哈国就开始照稀土订单 这也证明了该国家拥有稀土供应资格 只是由于此前 一直都是中国地区占据国际稀土出口的大头 所以哈萨克斯坦根本没有合适的订单 如今刚刚加入聚期联盟的哈国就宣称 要给韩国供应稀土 数天前英国也为稀土工业合作项目访问哈国 由此可见 目前除了蒙古之外 哈萨克斯坦是各大西方国家最重视的 毕竟蒙古虽说稀土储量巨大 但处于内陆地区 在运输上并不方便 不过目前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的做法 无疑令中国的稀土断供不起作用 更重要的是 证明了俄罗斯这个兄弟国的心思 同样作为前苏联解体留下的国家 两者的真正关系更像是已经破裂 尤其是经历了这一次为了利益不顾后果 与俄罗斯对立的西方国家合作 结果只会令俄国和哈国最终反目成仇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呼吁哈萨克斯坦 向中国进行稀土供应会更有效 毕竟稀土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购买哈国的稀土 不仅能向西方国家断供 同时也可以增加自身的稀土储量 而哈萨克斯坦加入聚气联盟的意义 就是推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坦如哈国可以向中国供应稀土 甚至还可以去少量大量运输资源 结果几乎是双赢的 尤其是我国在全球化贸易合作上非常守信 不像拜登政府一样天天耍些小心机 天天想着在自己的同盟身上获取利益 这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和合作 结果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而我方吸引哈国进行稀土合作 也不失为一个反制的手段 反击正式开始 中国抛售千亿美债 三大航司撤销赴美航班增加计划 面对老美在近些年中咄咄逼人的态度 和一味打压中国发展的行为 即2023年初更新中国反实体清单之后 再次公布三个反制手段 反击战正式开始 反制手段一 切断中美畅通合作 早在2018年 美方对我国华为 中芯国际 半导体设备进口渠道 各领域产业链等方面实施限制 不及后果的去干扰中继发展 甚至2022年中 佩洛西更是无视中方态度窜台 影响台湾这个中国内政问题 一系列的操作 令中美关系几乎冻结 破裂 甚至可以说 丝毫没有可以缓和的余地 为此 我国采取了特殊的反制手段 切断了中美之间的畅通交流与合作 主要原因就是 这种沟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指出 我国这个做法存在问题 中美不应该将关系演变成 挟持沟通的处境 其实只是存在分歧而已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显然不是 老美作为一个极端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美关系上 丝毫没有顾忌中方的利益 多次违反人道主义 对中企发展进行打压 并且还在国际市场上 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 肆意抹黑中国在高科技上的成就 严重影响了中方外交 甚至导致出口产品销量 营收受到干扰 出现严重下滑 对此 中方早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希望美方停止这种打压行为 可拜登胜负却一意孤行 丝毫听不进劝告 为此 我国不得不使用手段进行反制 而目的正是出于对中国资本 中国企业的利益围固 保证其不受到老美的影响 反制手段二 大量抛售美债 美国财政部在不久前 正式公布了新的财政计划 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只有美债 仅剩8594亿美元 近六个月中 保持着抛售美债的操作 涉及金额达到1809亿美元 随着美国两大银行相继破产 美债的收益率 呈持续下滑状态 正是需要更多国家 购入美债的时候 因此 我国目前大量抛售美债的行为 将呈现最大的效果 不仅如此 随着时局改变 美债收益下滑的趋势逐渐明显 解决这个趋势的唯一办法 就是其他国家对美债进行加大收购 但在此时 购买美债也正是最不值得的时候 因此 大量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选择抛售美债 甚至包括 一直将美国视为大哥的日本 该国家一年前 还在大量增值美债 到现如今 已经与不少国家一样 为了及时止损 选择抛售美债 由于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也是抛售美债最多的国家 为此 美国财长耶伦 曾多次表示 准备访华 很明显 必然是针对美债问题来的 也许正是考虑 恳求中国财务部增值美债 或者停止抛售美债的行为 而全球大量抛售美债的结果 必然将会导致美方面临 违债危机 由此可见 我国抛售千亿美债的反制手段 已经出现成效了 反制手段三 三大航司赴美航班调整 面对我国的反制手段 美方通过自身的军事力量进行恐吓 不久前 在中国黄岩岛附近 执行了军事实弹演练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群众的心理 因此 为了保护我国公民 三大航司针对赴美的航班 均进行了调整 并驳回了美航空部 增加飞来航班的计划 主要就是减少中美贸易往来 根据美媒纽约时报曝光 作为三大航司的东航 南航 夏丸航空 分别针对原有的航班数量 进行减少 阻断中美往来 面对美方航空部的 航班增加计划 三大航司直接将其驳回 无异于一种反制手段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我国的利益 由此可见 继中国版实体清单之后 我国推出的新反制手段 也逐渐看到了效果 正所谓 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简直大快人心 相信 如果拜登政府依旧要 一意孤行 采取限制手段 那么未来总有一天 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 好 我好